奥沙利文奇招迭出 让迈克吉尔头疼不已 你且看这一开球 就完全不按套路出牌 迈克吉尔白球推边侧防守 却没料到 奥沙利文反手就给他送上 这么惊艳的一感 中代进攻 我们慢进再欣赏一遍 但让大家奇怪的是 火箭这赶得手之后 却放弃黑球进攻机会 选择了白球推顶库 转防守了 这跟一贯大家熟悉他的球风 有点不相符啊 奥沙利文打得如此保守 反倒让迈克吉尔有点坐不住了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就把球队炸开 更难得的是 他这一感防得还真不错 一感打带跑的冷箭突袭而至 迈克吉尔虽被吓了一跳 但他反而更认真专注了 然后用这一感更精彩的防守 继续挑衅 火老师难得头疼一次 他一再比划 观察 寻找最佳的攻防路线 最后踩着钢丝 继续一杆贴球开路 留下顶带长台红球机会 诱惑迈克吉尔出手 面对机会迈克吉尔也拼了 可惜 还是差了点运气 一贯吉封子的傲杀利文 难得一次 悠哉悠哉的又轮一杆 贴裤安全球 双方再次耐心厮杀安全球 这次防守PK斗法 也让现场球迷看得格外过瘾 特别是奥沙利文的这一杆 侧悬拧拉 直接把白球停在台面中部 让双方的PK 进入让人紧张无比的高潮期 迈克吉尔也是了点 轮了这一杆组合球之后 又是秀气无比的防守 几乎没有一丝进攻空隙 哪怕是火力超强的奥沙利文 也紧锁眉头 无从下手的样子 现场导波给出了一条比较安全的 两裤贴球路线 老板今天来贴 作为台球第一人 有属于自己的傲气 这样直来直网的一杆 霸气地把白球捅入红球堆 当然这样的霸气 也是有代价的 你瞧 迈克吉尔还是找到一丝空隙 中带红球还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角度 虽然这一杆球 多少有点厚思诺的味道 出杆很不舒服 但它还是拼了 也获得了巨大的回报 带住这次机会 迈克吉尔发动攻势 好招啊 正当它意气风发 要攻城掠地时 没想到自己会在这十拿九稳地抵戴红球 阴沟翻船 这是白宋奥沙利文反击机会 胡老师这一下子就不客气了 围绕黑球 疯狂输出火力 带着左下这种 主要看一下球队里 有没有其他能够单拆的技能 8 走下这个带过去 随时都可以 随时都可以 黑鞋走上电弓球 带着一块 子 现在这颗的后面比较近 16 颇带过去更好选 17 十二十 二十四 25 可他同样没想到 自己也倒在自己最拿手的中代球上 比赛总是那么细剧啊 我们看看迈克吉尔 能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 漂亮 红球堆彻底散开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白球太贴酷边了 高杆强吃黑球 但红球的走位 还是没处理好 只能强拼底裤边的红球了 好 这感太可惜了 就差点运气了 而且还留下这样的带口球 这次他真要凉凉了 彻底接管比赛的奥沙利文 没辜负现场球迷粉丝的期待 格外皮实了 没让自己再犯任何错误 稳稳把台面目标球 送进带口去 他完美收下超分红球 全场掌声响起 迈克吉尔也知道自己大势已去 而奥沙利文也格外珍惜这次 练球机会 一杆接一杆把目标球送入带中 让自己的手感逐渐变得炙热起来 最终轻质粉球 实现第三阶段的经验三连鞭 73